台中市府升级U-Bike 2.0带动自行车的风气 那么现在还车也不怕超时了 民众租赁公共自行车到站点来还车的时候 如果发现是满位的话呢 可以透过U-Bike 2.0的官方APP操作 无谓可还满站增时的功能 可以获得15分钟免费延长时间 不用再担心预时被扣款 现在除了公车作为代步工具之外 交通局更推出了U-Bike 2.0 像现在我建了一台自行车准备要还的时候 但却遇到满位不用怕 交通局推出了正式功能 常常大家会遇到要还车的时候 会遇到那个站要还车的站结果满住了 满住的时候大家有时候会担心说 又快到30分钟了 是不是已经这个又要自己付钱了呢 所以这一块我们跟微笑单车已经协调过 所以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那个站事实上它可以延长 你还车15分钟 交通局109年底正式启动 i-bike倍增计划 全面升级系统为U-Bike 2.0 统计至今已经完成1256站 累计突破6000多万人次 为了提供优质公共自行车服务 市府又在推出民众租赁公共自行车到站点还车时 若发现满位可透过U-Bike 2.0官方APP操作 所谓可还满站增实功能 然后你会觉得这样子好不好 这样好啊 因为有时候上班时间的话 真的那个位置就像你找不到停车位一样 交通局也提醒免费增实的15分钟内 需将车辆归还至车柱 才算还车成功 不只保障市民借车的权益 也带动城市其自行车风气